各位玩家大家好 欢迎收看巴哈姆特电玩风 我是妮妮 为了鼓励台湾的动画漫画游戏创作者 每年都会举办的巴哈姆特ACG创作大赛 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年了 为了让更多的创作者参赛 这界的游戏主除了APP游戏之外 也开放了PC GAME 最终会由业界的评审选出得奖者 但是最佳人气奖是由各位玩家们所决定的 从现在到7月11号为止 你都可以在ACG创作大赛的活动页面中 选中你心中最优秀的作品 为这些台湾ACG界的未来之星 讨下你神圣的一票吧 接下来请看本周的新GAME 报道 回为多年再次复活的櫻花大战新作 《新櫻花大战》 老玩家哭等的新情报终于来了 在櫻花大战地剧宣传部通信直播中 一举公开了多个最新情报 让我们解解禅啰 首先当然就是玩家们期待已久的 前花组成员神奇景确定回归 他已经晋升为帝国华集团总司令 和大帝国剧场的经理 神游也还是由负责美智慧小姐继续担任喔 接着就是一公开剧团内其他成员 和飞空输送艇详今晚的情报 神奇的秘书龙胆勋 剧场杂货店的超级商人大叶小艇 同时身兼剧组后台荷花组工程师的司马令氏 这些非战斗成员和过去的作品一样 也会与主角有很多的互动剧情 系列以来的经典互动系统L.I.P.S. 同样也会在新英战争出现 和过往一样 玩家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决定好该如何应对 或是利用这个系统完成同伴给予的指令 而与同伴间互动的演出 则是朝向完全3D化的方向呈现 比起过去简单的例会 只能由一张图带过的事件 现在全都完整的演给玩家看啰 不过目前还没有公开战斗系统的部分 究竟转变为动作冒险游戏的新英战 打起来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就等制作团队未来释出新情报吧 由北京的独立游戏开发公司 Rocket Punch 开发 有着浓浓日系动画机器人风格的硬核机甲 是款近几年少见的高速动作机甲游戏 玩法是很古典的2D 横向模式 机甲动作和演出丰富又灵活 战斗画面以及运镜表现优异 玩起来简直就像是在玩 动作游戏版的超级机器人大战 魄力十足 玩家们要善用机甲的高速移动技能 快速接近或是违避敌人攻击 远距离攻击时要利用左类比手动瞄准敌人射击 敌人掉下来的武器可以直接拿起来用 有时候还会捡到一些火力超强的雷射枪呢 近距离则有能一直给予敌人高伤害的武装 不过对付头目级的角色时因为难以造成硬直状态 近距离攻击就最好等头目有大空档的时候 再使用比较安全喔 觉得任务太难了不妨多浓点钱 在整备画面中开发新的机甲武装或零件 可以自由的将机甲改造成强化远距离射击类型 或善于近战特攻的装甲 让你更有效率的执行任务 除了单人游玩以外 硬核机甲还有最多私人对战的乱斗模式 玩家们可以驾驶各种机甲与对手对战 就连故事中的敌人机甲 都能够在多人对战模式中使用喔 英国游戏大厂Cole Masters 领先制作 年度一级方城市赛车改编游戏 F1 2019 上架啰 新作最令人瞩目的 就是首次加入了 F2 二级方城市赛车 F2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虽然赛事上与 F1 大致相同 但 F2 使用的车种马力较小 成本也叫 F1 略低 常常被大型车场作为培养 F1 新秀的农场之一 玩家这次终于能够感受 F2 赛车的魅力 在生涯模式里 体验从 F2 联盟初出茅庐 到站上 F1 世界舞台的旅程 而赛季中任何在场上的举动 甚至是赛后的采访都会影响车队以及外界对你的评价以及名声 再反映到车队的技术研发 以及未来 F1 生涯的合约 总计 21 战的赛旅过程中 不论是练习 测试 跑岸位到最后正式上场 车队都会适当的给予车辆调整与赛道策略的建议 结束之后收到的奖励点数则能够用在研发的技能处上 不知道该怎么配的话 经理和技师会直接建议你适合的升级方向喔 至于自定单人模式 就可以自由的挑选各家 F1 车队好手去挑战赛道 甚至直接挑战完整 F1 赛季来改写历史 无论是驾驭这些留下过传奇故事的禁居 或是全新的 F1 急速机器 本作皆准备了相对应的挑战系列 还有丰富的每周挑战 F1 电竞联盟系列 就是要你一步步成为最强的 F1 车手啦 在全球累积无数粉丝 二次元最有名的那位虚拟歌姬初音未来 好久不见的新作品情报来啰 首度转战 NS 平台的初音未来 Project Diva Mega Mix 是本系列的十周年纪念作品 收录初音过去十年曾演唱过的九十首歌曲 再加入特定为本作撰写的主题曲和十首新曲 总共会有一百零首歌的庞大内容 除了惯例的音乐节奏玩法之外 追加了只有 NS 才能实现的全新游戏模式 每首歌曲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游玩 另外这次还将过往的 PV 用动画风格重新加工 收录的自定模组也将爆增到三百种以上 玩家将可以用全新的风格 在 NS 上尽情的欣赏初音的可爱与帅气 游戏预计在明年 2020 年初正式登场 喜欢初音的玩家千万不要缺席她的这场十周年演唱会喔 近年来平平推出重置和新作的热血系列 现在也要暂时让主角国父君等人休息一下 让玩家们换个口味啰 热血硬派国父君外传热血少女 是将曾在过去作品新热血硬派等游戏中 登场过的两位女主角 美作子和姬姿改头换面后担任主角的全新作品 本次除了 Arc System Works 之外 还特别邀请了擅长制作横向卷轴动作游戏的 Way Forward 公司合作 玩家将可以在这个充满动漫风格 可爱又帅气的游戏中 体验到前所未见的热血系列 继承热血硬派血桶的本作预计将在今年 9 月 5 日正式发售 大家就等着看不良美少女的厉害吧 精灵宝可梦系列最新作《宝可梦剑盾》 制作人在访谈中表示为了维护品质 将无法让所有的宝可梦都在新作中登场 这个消息引起玩家的不满 纷纷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愤怒与失望 两周后制作人首度回应 他指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也非常的困难 接着澄清即使部分的宝可梦 不会出现在这一次的新作当中 但不表示不会出现在未来的游戏里 对于这个风波到底这样的回应 可不可以平息玩家的不满呢 各位训练家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接下来请看本周的特别企划 在为了服务更多新玩家 推出了外传性质的精灵宝可梦 Let's go 之后 众多阴阴其代的老玩家们 终于盼来了正统系列作 第八世代的正传作品 宝可梦剑盾的消息 这款英伦风的新作 不只有着全新的地区和宝可梦 同时也有着广大的3D地图 等着玩家去探索 消息一出 立刻就抓住了全球宝可梦粉丝的目光 然而这样的状况却在 E3展的一次直播之后 瞬间变调 原本备受玩家期待的作品 反而面临了全球死忠粉丝 如潮水般而来的抗议声浪 究竟这次的宝可梦剑盾 为何会陷入到这样尴尬的境界呢 本周的特别企划 就要带你来看看本次宝可梦大研上世界的全貌 今年2月开始 宝可梦的研发商GameFreak 透过直播陆续公开了宝可梦剑盾的相关情报 从全新的舞台 钱乐尔地区 到会随着气候变化出现不同宝可梦的旷野地带 以及让4名训练师合作对抗巨型宝可梦的极具团体战等消息 都相当令人兴奋 之后陆续曝光的道馆关注 以及跨平台云端服务的Pokemon Home 更是备受好评 也将玩家们的期待推升到最高点 然而在今年1岁展的树屋直播中 制作人曾田顺一 却抛出了一个震撼全球粉丝的消息 那就是除了取消Mega进化和Z招式之外 Pokemon Home 与宝可梦剑盾之间可传送的宝可梦 将只限于切勒尔图鉴里出现的宝可梦 简单来说 就是不在新地区登场的宝可梦们 都将不再出现于游戏之中 这对于旧宝可梦的爱好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晴天拼雳的消息 针对这样的决策 曾田顺一在事后的访谈中表示 由于宝可梦的数量已经膨胀到800种以上 为了顾及模组的制作时程以及游戏的平衡性 不得不忍痛删去部分宝可梦的登场 这个说法让多数玩家都发出了不满的言论 甚至在这段期间 推特上还引发了 五分钟捏一只宝可梦剑模的玩家运动 这样的反弹声浪 也让精灵宝可梦剑盾的宣传影片 成为在EV展中获得最多压倒性不喜欢的YouTube影片 但即便面对排山倒海的负贫 箭在弦上却也不得不发 向来很少直接回应玩家负面意见的GameFreak 曾田顺一不久前也在官网发表了一篇 给所有宝可梦玩家的一封信 他表示我们也和所有玩家一样 对宝可梦充满了热情 而且每一只宝可梦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婉转的说明了目前并没有要修改的打算 为了安抚玩家们的不满 他也提到即便部分宝可梦 没有出现在宝可梦剑盾之中 也不代表它们不会出现在未来的宝可梦游戏里 虽然话说的婉转 但眼看部分宝可梦在星座中被消失的命运已成定局 对于一路从GBA将自己的宝可梦转战到3DS 甚至原本梦想要将它们再带到Switch里的忠实玩家来说 这番话仅仅只能起到一些些的安慰作用 虽然这并不是宝可梦第一次面对断带这回事 早在GBC的宝可梦水晶版 就曾因为招式数据问题而只能够单方面传送 到了后来的宝可梦红蓝宝石版 更因为GB和GBA的硬体问题而导致完全断带 然而那也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从GBA到3DS的这十多年间 宝可梦玩家早已经养成了将自己的好伙伴 传送到下一代的习惯 有许多玩家的宝可梦甚至一口气陪伴了它们走过五个世代 多年下来所累积的深厚情感 如今却面临重大考验 这才造就了如此压倒性的不满 随着宝可梦的数量越来越多 游戏研发的工作势必也会随之增加 在人力与时间成本的考量下 不难猜测GameFreak之所以会做如此决策的原因 然而这样的决定是否会让宝可梦见顿 跟当初的第三世代一样面临销售量的冲击呢 这问题的答案再过几个月大家就能够知道了 玩家们你对于这一次宝可梦山图鉴的事件 或是宝可梦的未来有任何看法 都欢迎在留言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喔 近来夏日气温屡创新高 又是又热的天气实在让人有够没力 耶 暑假才刚开始 大家可以不要这么快就被热浪打倒吗 该是时候来点凉快的提振一下精神啰 以往任天堂的游戏主机 总是给人合家同乐老少嫌疑的健康形象 比较少看到以Service擦边球为主要卖点的美少女游戏 出现在任家平台上 不过近来其他主机在游戏内容审查上越来越严格 许多以美少女游戏为主力的厂商 纷纷投向任天堂的怀抱 同一款游戏比起其他平台圣光白雾修正连发 任天堂则是尊重厂商的创意表现 意外的也让大家知道 原来任天堂的尺度还蛮宽的呢 这次的特别企划电玩风就特别搜罗了 Nintendo Switch 上最清凉消暑 十款不同类型的美少女游戏 各位盛世玩家只要拎着主机 无论是在户外还是窝在家里 都能够让你有个透心凉的美好夏日回忆喔 作为解热降火器的代表 在今年3月首先登场的 忍舒压闪乱神乐中文版 就是一个正宗直球 虽然是从闪乱系列固有的更衣室鉴赏模式 所独立出来的小品游戏 不过内容可是一样潑涛汹涌喔 玩家在游戏当中将借由按摩 来和多位忍者美少女亲密互动 制作团队活用Joycon手把的机能 让手把化为你的双手 透过各种按摩手势 与特殊按摩情境 体验NS独有的HD震动回馈肉感 玩家们还可以在更上级者向的 绿星舒压模式里面大玩角色扮演 模拟各种令人脸红心跳的情境喔 接着登场的 Peach Ball 闪乱神乐 同样是闪乱神乐系列的关联作品 叙述五名可爱的少女忍者 因为某些原因而念临野兽化的危机 五名美少女必须冒险进入弹珠台世界 通过给予特殊弹珠胶囊适度的冲击来播光 而是让胶囊产生喷雾 才能够治愈野兽化的怪病 Peach Ball 闪乱神乐最大的卖点 就是将美少女本身作为机关 融合到一般的弹珠台玩法中 玩家不仅要将弹珠打进指定的位置来接受任务 想要得到高分 更要瞄准场上的美少女的弱点部位进行攻击才行 最后只要分数达标就能够开启超级性感挑战 一举破坏美少女们身上的防御喔 天气已经这么热打开格斗游戏 看到角色列表上一堆肌肉大难 体感温度真是立刻飙升 哈哈现在玩家们有更赏心悦目的选择啰 仅限美少女的SNK女节狂热大乱斗 来帮大家洗洗眼睛喔 这款异色格斗游戏 仅收录SNK历代人气作品中活跃的女性角色 以及性别转换后的男性角色 一个真的男生都没有喔 本作的一大重点 就是能够高自由度的克制化角色 不论是搞笑、华丽还是色气路线 随自己的喜好 自由打造女主角们的外观与衣着 作为一款重点不在乎欧的格斗游戏 本作大幅简化了对战中搓招的难易度 只要一颗按钮 就可以使出连断与地下迹 让玩家可以一边轻松对战 一边再欣赏美少女们 忍住脸红的羞耻Play啊 什么 你说你热到打格斗也没力 只想无脑砍怪升级 还要蹭美少女 没问题 清凉且热的极限突击 萌萌编年史H 就要推荐给喜欢RPG的你啰 在NS平台上强化登场 充满各种瑟瑟要素的极限突击 萌萌编年史H 是一款探索3D迷宫的王道RPG 玩家要和擬人化的魔物娘美少女们 组成队伍展开探险 不只要拯救世界 还要透过特殊的摩擦系统 把遭到洗脑 与人类为敌的魔物娘 统统蹭到清醒喔 简单来说 就是利用NS的触控机能搓搓搓 将魔物娘们磨蹭爆衣啦 除了超顺势的治疗方式之外 玩家还能够透过收集不同的内衣 给魔物娘更换 触发各种领红心跳的事件呢 这边奉劝玩家在魔草画面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四周 免得没留下夏日回忆 反而多了黑历史喔 在Steam上获得压倒性好评 常销热卖百万套的Nekopala 猫娘乐园的威名 相信喜欢趴猫 而喜欢猫的玩家们一定都听过 现在这股猫猫势力在NS平台上 越来越强大囉 目前Nekopala已经在NS平台上推出1到3 并且收录新的动画 歌曲以及剧情 Nekopala没有太复杂的系统 不过剧情里亲人羁绊的描写 还有自然流露 令人会心一笑的轻松范围 都深获玩家好评 此外当然各种清凉的福利事件 也是少不了的囉 有了EMOT Lite系统加持 让游戏中原本单纯的例会 可以像是动画般的动起来 表现更生动活泼 让玩家融入剧情毫无压力 炎热夏日午后如果想要放空一下 Nekopapa Nekopala绝对是好选择喔 想来点Fresh的吗 这里有一批来自东智国的货很纯喔 在这夏日故事里 玩家将会自己化身成猫猫 从低角度合法的与美少女互动喔 横跨动画漫画与游戏多平台的 野良与皇女与浪漫之星 是一款恋爱模拟AVG游戏 新推出的二代集系列之大臣 不只有东之皇女 爱丽丝等四名新角色登场 还在一代原本的内容上 追加新的剧情 更收录前作女主角们的后传剧情 让玩家们可以完整体验故事 最重要的是玩家怨念已久 前作三名原本无法攻略的妹子 在二代里都升格为可攻略的女主角囉 宝贵的暑假就是要窝在家里玩恋爱游戏 开二次元后宫 与皇女打造完美的夏日回忆 才是真正身世才有的雅致屋 下班下课回家想舒压一下 打开射击游戏主角 不是肌肉棒子就是胡子大叔 就算有女角登场 可能也很难跟日系蒙风扯上关系 更别说要多赏心悦目啦 好在AMS 上 还有少女射击2 这么一款清凉的射击游戏 可以中和一下众家射击游戏的阳刚机器 在这无厘头又带点色气的作品中 玩家意外成为了迷糊天使的帮手 为了消灭寄生在学员中的恶魔 出手一定要快横准 用费洛蒙准确设计弱点部位 让接二连三来袭的美少女们 统统贪软身天 记得要活用二代新增的吸入机能 将少女们身上的恶魔 连同衣服给统统吸走才行喔 对了对了别忘要培养新颖女主角的好感度 才能够进行更亲密的驱魔仪式喔 厌倦在沙场上征战了吗 换个游戏玩完没有爆头不会见血的轻松射击游戏 也是挺不赖的喔 这能让人感觉到时代感的画风 搭配上独特的日式麻将界面 想必让不少有点年纪的玩家不自主的发出惊叹 这不是当年风靡电动间榨干少男口袋 所有硬币的超真实麻将吗 没错 睽違25年日本经典麻将游戏超真实麻将系列 在MS 上再度复活 不只卖萌卖肉 更需要卖大叔们的青春回忆 游戏玩法很单纯 就是跟美少女们用日本麻将决一胜负 只要拿下胜利 女主角便会清解螺衫 而过程完全是由动画呈现 制作的精美程度在当时可是非常罕见呢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移植到MS 上的超真实麻将 P5 重点部位的盛光修正是参照当年 SEGA Saturn 版 今年才刚发售就被眼尖的玩家发现某些画面 不小心露出了车头灯 导致本作上市四天就紧急下架修正 本作也是今天介绍的游戏当中 唯一一款曾经超过红线 吃了任天堂修正权的游戏哦 将ROGELAC 迷宫探险加点美少女养成 再塞入满满欧派会诞生什么奇特的作品呢 答案就是这款由绅士游戏公司 D3P 所开发 让所有欧派新人大满足的 Omega 迷宫 LIVE 咯 保有正统派 ROGELAC 魅力 将在8月推出的 Omega 迷宫 LIVE 有着扎实的地下城冒险系统 有随机生成的迷宫可以探险 或在学园里种植养成道具 与好友度过悠闲时光 透过探索神秘的地下洞窟 女主角们会获得神奇的 Omega 力量 让罩杯越来越厉害 Omega 迷宫 LIVE 版最特殊的地方 就在收录了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特殊事件 像是胸部鉴定、胸部猜拳、满开Brick 和冒险途中会遇上的温泉等等 盛光和蒸汽比别的平台要少 还有特殊的插画与触碰等 超福利事件等着玩家喔 要说夏天最伤暑的活动 莫过于窝在家里欣赏妹子打排球啦 尤其还是有这么多球的沙滩排球 从 DOA 生死格斗脱胎而来的沙滩排球系列 登上主机及PC平台之后 这一波惊涛骇浪已经涌向NS掌机囉 生死格斗沙滩排球3 Scarlet 收录了本传中共十名女角 加上一位新人助理小妹海啸 身为刀柱的玩家 负责带领美少女们参加岛上的维纳斯祭典 哎呀祭典怎么样都好啦 只要有妹子有泳装大家就满意啰 在NS 上当然要活用Jaycon手把和HD振动机能 让互动时触摸手感更加真实 NS 版还有一样别的平台没有的最大优势 就是保留了许多种过往受欢迎的特殊道具 像是能够刮起墙风 让女孩身上穿着的泳衣变得凌乱的扇子 和能够让某些部位摇晃程度更明显的饮料等等 都能够让玩家爽爽用 哎呀要是这样的绅士游戏少了各种绅士道具 那怎么行呢 看到这边玩家不免好奇 为什么任天堂的尺度比其他平台来的宽呢 最近任天堂的社长古川俊太郎 在股东大会被问到有关游戏审查的风波时 他表示身为平台方的任天堂 会希望用户们透过第三方机构的分级 从客观的情报来了解游戏内容和目标年龄 如果平台自已规范游戏内容是否该被允许发售 将阻碍游戏之间的多样性和公平性 或许就是这样的方针 所以近来Nintendo Switch游戏的尺度 比起其他平台真的是灵活许多 让厂商更能够发挥创意呢 而且还可以随意带着走 与朋友分享老婆 而不是分享各种眼镜亮通体舒畅的游戏呢 所以对抗越来越热的天气 就赶快把上面介绍的游戏带上几款 相信玩家们无论出门在家 一定都能够有个充实的夏天啰 帮暑假啦 你们打算在暑假玩什么游戏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喜欢我的影片啊 记得帮我按赞留言加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